人生如逆旅,我一时行人。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国学心旅》。今天分享的是,人到六时要多留心眼了,及时躲避这些祸事,才是远见。点个订阅,共同感悟。 人哪,就该感念祖先的恩德,修养自己的德行,长久地顺应天命,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福气。 每个人都觉得自求多福,这四个字是贬义,可实际上,它是一个包义词,目的是提醒我们,福气并非是别人赋予的,而是我们自己修来的。 人间就好比一个修罗场,而我们就是当中的修行者。 能够拥有什么福报,究竟会碰到什么祸患,一切都跟个人的修行有关。 这些修心修德的道理,很多人要到五十岁那年才能悟透。 当然,悟透不代表就能付诸行动,人还是知行合一比较好,心如何,念如何,行动就如何。 尤其是对于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来说,要想晚年幸福,要想生活安稳,我们首先要做到的,就是将眼光放长远,提升自己的境界,知道什么是祸事,什么是福气,有道是祸福无门,全凭己身。 减少无德的言行。 我们常说,老人有德,三代兴旺,老人无德,祸害一生。 老人拥有一定的德性,那我们的家庭会兴旺三代人,而老人没有任何的德性,那他就会祸害家庭,影响子孙后代的发展。 德性这种东西,虽然看不见,也摸不着,可它的影响却是无声无息的,在你不经意间,拨洒下所谓的福气和祸患,让人逐渐走向幸福或者罪恶的深渊当中,如何选择,看得并非是他人,而是我们自己。 孙头有一位老人,整天跟孙过不去,不是今天坐坐,就是明天耍赖,反正把家庭弄得一团糟,连儿女都离他而去。 所以他就成为了孤寡老人,直到今时今日,他依旧不明白自己错在哪,还到处唏嘘悲叹,我是家庭中辈分最高的老人,为什么作为儿孙的你们不懂得谦让呢? 一切都是德性的问题,有德之人,又有谁不尊重敬佩呢? 在现实生活中,有太多的家庭,就是因为缺乏有德的老人,所以才逐渐落败,无德的老人一多,也许三代的儿孙都被毁了,老人多多积德行善,才是正当。 不要做家法的人生,人,只有两个选择,要么做人生的家法,要么做人生的减法。 一般来说,家法的人生适合年轻人,减法的人生适合中老年人,谁都知道减法是必要的,可就是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,为什么呢? 因为拥有很简单,而放下去特别困难。 有一位禅师说过,知道义,行动难,拥有义,放下难,我们知道无数的道理,可就是过不好这一生,因为我们做不到,我们拥有了无数的烦恼和忧愁,可就是放不下,因为我们都拒绝丢弃所拥有的一切。 人就是这个样子,捡了芝麻,还想拥有西瓜,最后什么都得不到,人才两空之事。 多余次有关,既然芝麻和西瓜无法一同得到,那我们就该在权衡利弊后择优选取。 到了晚年,就不要做家法了,做断舍离的减法很重要,你能放下多少的烦恼,那你就能拥有多少的快乐,纠结数千烦恼丝,不如把握一丝幸福愿,仅此而已。 不要有偏执的心理想法,有名人说过,执念如冤,欲念如海。 这执着的念想,就如同看不见尽头的深渊一般,终究会吞噬我们的人生,这逐渐膨胀的欲望,就如同大海一般,无边无际,稍有不慎,我们就会葬身海底。 人越老,其实不是越看透,而是越偏执,偏执这种事,就是世人身上的一个枷锁,我们都知道被枷锁束缚住不好,都明白执念便是地狱, 但我们还是坚持这么做,想起这么一句话,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。 这番话被人认为是至理名言,觉得人要有不到黄河不罢休的魄力,从现实的角度来说,我们还是错了,该放弃的事,我们要及时放弃,做人灵活,才是硬道理。 就如同周易所言的一般,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,执念就是不通,就是不长久。 如此,数好数坏,我们会一目了然,不要盲目依靠亲人和孩子。 一个人的村庄中有这么一句话,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血,我们不能全部看见,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。 早年的时候,生活的压力就来到我们的身边了,中年的时候,家庭的压力让我们躲无可躲,避无可避。 到了晚年,就算我们有孩子,也只能一个人扛起生活的重任,生活的血不会越下越小,只会越下越大,而我们也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地变老了,这就是人世间最为残酷的现实。 也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矛盾,在时光的洪流中,无论我们到了多少岁,也不要盲目依靠孩子和亲人了,他们也不容易,而且他们也靠不住。 与此人世,唯一靠得住的,就只有我们自己,你我,毫无选择,惹了太多闲人烂事,害人害己。 曾广闲闲闻,有言,见识莫说,问世不知,闲事修管,无事早归。 有些事看见了,也不要说出来,避免惹祸,有些事就算你知道了,别人问你也不要说,只回答不清楚就好。 无论身处于什么环境当中,都要远离闲人祸事。 不该管的事,不要管,而该管的事,我们需要及时解决。 如此,普通人才能混得长久。 闲人烂事,为什么我们不能管呢? 因为所有的仇人和怨恨,都是从多管闲事这四个字当中滋生的。 你爱管闲人烂事,那生活的一切是非和矛盾都会揪着你不放。 比如说,管了儿女的事,儿女会怨恨我们,认为我们不懂得体谅,没有给他们私人的空间。 慢慢的,你和儿女的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。 跟外人相处更是如此。 所以说,做个啥都不管的半精明,半糊涂的老人。 相信我们的后半生会得到身边人的尊重,也会过得特别滋润。 总爱下折腾,得罪了家人。 很多人退休以后,生活节奏突然慢了下来,他们又没有兴趣爱好,为了打发时间,就会自己瞎折腾,插手年轻人的生活,不停地问他们的工作,结婚生子的打算,逼迫年轻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。 这样下去,亲子关系自然容易紧绷,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,都应学会互相尊重。 您再嫌也别去插手对方的生活。 更有甚至,可能因为太过空虚,开始折腾起事业的第二春。 总是想着能赚一笔钱,搞投资,听信外人的话,把自己的养老本权折腾空了,这也容易导致子女异常心累。 少做贪财的事。 俗话说,财聚人散祸是多,财散人俱加安乐,子孙有治钱何用,财留子孙是祸端。 人生在世,千万不能钻进钱眼里,一个人如果太重私利,把金钱财富看得比什么都重要,做人就会斤斤计较。 总是因为利益的事情跟别人产生纷争,自己就会麻烦不断,这样是不会有福气的。 有些人甚至因为金钱利益,跟家人朋友失和。 最后虽然能够得到一些小利,但是永远失去了亲情和友情,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这样一定会得不偿失,特别是老年人,不是有钱就能晚年幸福,而是需要关怀和照顾,所以更不能因为贪财而失去人和。 俗话说,以和为贵,和气生财,一个人跟身边的人都能和睦相处,这样才能得到贵气的眷顾,有了和气就能避免祸患,人就会交好运,财富也会随之而来,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。 所以说,人到六十,一定要看淡利益得失,贪财的事情尽量少做,晚年的福气才会不请自来。 有福之人不用忙,无福之人跑断肠,一个人没有福气,不是天生的,而是自己招来了灾祸。 最美不过西洋红,人老了,生命里出现了家人和睦,邻居和气,社会安定的征兆,那就真正诸事无忧了。 人过六十,其实是换了一种活法,别太自以为是,让灾祸有机可乘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